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在维系,无论是亲情,有情还是爱情,亦是如此,维系就要从一些细节上面,很多时候只是一点点很小的事情,就足以让你们的感情破裂。 人生中,我们除了需要亲情的滋润以外,我们还需要有有情的陪伴,有了朋友,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变得更加的有意思。 当然,也多了一个人帮助我们,但是很多人虽然朋友不少,但却没有几个是真心的,有些朋友值得你付出一切,但是有些人劝你这辈子都不要联系了,因为除了吸干你的血汗钱,他们什么也不会做。 听国学故事,知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订阅一记说,有时没事找你借钱。 有时没事找你借钱的朋友,是一种让人感到不舒服和失望的行为,这样的朋友并不真正关心你,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当他们需要帮助时,他们会迅速联系你,但是当你需要帮助时,他们却往往会回避或找借口,这种不平衡的友谊很容易让人感到被利用和伤心,因此,我们需要认清这样的朋友,并慎重考虑是否继续保持这样的友谊。 有时没事找你借钱的朋友缺乏真正的情谊。 他们对你的关心和接触仅限于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一旦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他们往往会疏远你或找各种理由减少与你的联系,这表明他们对友谊的看法仅仅是出于利益和需求,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情感和关心。 小明和小华是大学时的同学,他们相处得很好,并在课余时间经常一起活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明注意到小华总是在有经济困难时才会联系他,每当小华需要借钱时,他会通过各种借口来向小明借钱,而且态度往往很亲近。 然而,当小明有困难需要帮助时,小华往往回避或找各种理由不帮助他,这种不平衡的友谊让小明感到很失望和被利用。 再者,有事没事找你借钱的朋友往往对于金钱的态度不端正,他们很可能没有正确的金钱管理观念,或者对于他人的财富缺乏尊重。 他们习惯依赖他人的财务支持,无论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财务状况,还是因为他们懒于努力工作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与这样的朋友保持交往,可能会给你带来经济上的负担和不必要的压力。 小李一直是一个非常节俭和勤奋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了一定的积蓄。 然而,小张总是在有新的消费需求时,找小李借钱,并以各种理由向小李借,是他需要这笔钱的原因。 不仅如此,小张还对金钱的管理缺乏自律性,经常花钱无度,这给小李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 而且他逐渐认识到小张只是利用他的财富,而并非出于真正的友情。 与有事没事找你借钱的朋友保持交往,会给自己带来心理压力和不愉快的体验。 这种不平衡和利益导向的友谊,使你感到被利用和不被珍惜。 你可能会感到背负了额外的责任和负担,同时也会感到情感上的失落和失望。 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友谊关系,可能会对你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应该明智地对待这样的友谊。 我们可以适当地为朋友提供帮助和支持,但是对于那些旨在有需要食材联系我们的人, 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并慎重考虑是否继续保持这样的友谊。 与真正的朋友相处应该是基于互相尊重、情感认同和真实关怀的基础之上。 多次借钱,有借无还。 多次借钱,却无力偿还的朋友会让人感到失望和受伤。 这种行为不仅表明了他们对金钱的不负责任态度,也暗示了他们对友谊的不珍视。 这样的朋友不值得我们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因为他们缺乏诚信和责任感,无法建立真正的友情。 多次借钱,有借无还的朋友不负责任,无论是因为经济困难还是其他原因,他们借钱时都没有考虑到如何偿还。 他们缺乏对借贷关系的认真态度和责任心,从而导致债务拖延和无法还清。 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会给我们造成经济上的负担和困扰,同时也削弱了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和友谊的基础。 假设小明和小红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互相信任和支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红开始频繁向小明借钱,每次都以各种理由解释自己的紧急需求。 小明出于友情和信任的考虑,借给了小红一笔又一笔的钱。 然而,多次借款后,小红却没有主动还清借款,而是回避或找各种理由推脱。 这种行为让小明感到被辜负和伤心。 他认识到小红缺乏对借款的还款责任,友谊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多次借钱无力偿还的朋友表明对友谊的真实程度不够。 真正的友谊建立在互相理解、支持和尊重的基础上。 当一个人频繁借钱却无力偿还时,这表明他们并不真正关心我们的感受和处境, 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和需求,而忽略了与我们之间的友谊关系。 这样的朋友往往只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找我们,并且不具备持久的友谊价值。 而且多次借钱,有借无还的朋友会给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和不愉快, 不断被任性的借款和无法还款,会让我们感到被利用和不被尊重。 这种不平衡和不公平的关系会打击我们的自尊心和信心, 使我们感到情感上的失落和不安。 这样的友谊不仅无法给我们带来支持和快乐,反而会让我们感到痛苦和困惑。 因此,对于多次借钱,有借无还的朋友,我们应该慎重考虑是否继续保持这样的友谊。 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财务状况和心理健康,不再被不负责任的借款行为所困扰。 与真正的朋友相处,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信任和真实关怀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基于经济上的利益和借贷的需求。 喜欢蹭吃蹭喝 喜欢蹭吃蹭喝的朋友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和被利用。 他们通常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缺乏对友谊的真正投入和真实。 这种行为表明,他们对你的财产和付出的劳动没有应有的尊重和感激之心。 与这样的朋友保持联系通常是无法建立真正友情的, 因此我们需要慎重考虑是否继续与他们保持关系。 喜欢蹭吃蹭喝的朋友缺乏对友谊的真正投入, 他们通常只在有饭局或聚会时才出现, 而且往往不会为这些活动做出任何贡献。 他们习惯于被别人招待和养活, 而不愿意为自己所享受的待遇付出任何努力。 这种不平衡的友谊让我们感到被利用和不被重视, 而且无法建立真正互相尊重和支持的关系。 古代的一个例子是孟长军与公子光之间的友谊。 孟长军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 而公子光则是一个富有显赫的贵族。 他们曾经有过一段亲密的友谊, 经常一起享受美食和酒宴。 然而,孟长军逐渐认识到公子光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财富才与他保持联系。 公子光只喜欢享受孟长军的款贷和财富, 而没有真正对孟长军的财质和贡献表示感激。 不久后,孟长军决定结束与公子光的友谊, 因为他意识到这个友谊并非建立在真正的情感认同和互相支持的基础上。 他不再愿意成为被蹭吃蹭喝的对象, 而是希望与那些真心待他并互相尊重的人建立联系, 喜欢蹭吃蹭喝的朋友缺乏对他人财产的尊重。 他们可能懒于自己努力工作或者节约开支, 而喜欢利用他人的财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种行为既不道德, 也缺乏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 与这样的朋友继续保持联系, 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负担和不必要的压力。 比如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的友情,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们相互推崇, 尊重对方的才智和贡献, 他们之间的友谊建立在互相分众和互相借鉴的基础上, 而不是彼此利用对方, 他们通过合作和交流, 共同致力于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福祉。 这种真诚的友谊不仅仅是建立在吃喝玩乐上, 而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 与喜欢蹭吃蹭喝的朋友保持联系, 会给我们带来心理上的不愉快和失望, 这种不平衡和自私的友谊关系, 会削弱我们对别人的信任和对友谊的期望。 我们可能会感到被利用和不被重视, 从而产生愤怒, 失望甚至产生自卑情绪, 这样的友谊无法给我们带来积极的支持和情感上的满足。 人不要总是因为自己的善良而被伤害, 很多时候我们即便是明白很多道理, 也依旧会选择善良对待, 选择宽容, 但事实上, 我们的宽容只会加剧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因此, 看明白了这些关系后, 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离这些人远一点才能够做到自我保护, 看完后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感谢您阅读, 赞赏与分享本文。 感恩您点点订阅, 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 请积极参与留言, 与大家一起分享。